有些股,其實是做得不錯的 那就是社會藥 社會藥其實剛剛公佈了一個規矩 彈了上去 還有,他做這些醫療服務 那個價格生化改革 其實很大機會是繼續做些什麼呢? 你繼續做一些集中採購 集中採購 這一點,其實為什麼社會藥可以彈上來呢? 你看回他的收入 其實不是增長很多 他的股東日利就收回家 三成多左右 但主要是市場衝勁什麼呢? 就是他接下來的Pi-Line 他的Pi-Line其實也不錯 預期 還有六十多個新產品上市 還有如果有超過十億元的市場規模 比較重磅的那個藥 其實也有15個的 他預期 還有什麼是值得市場關注呢? 就是其實他之前為什麼都放下來了? 有差過市場預期 那些季節不單止去的 另外一隻其實中生制藥 都是很大的一個原因 就是受那個集彩的影響 但你看回他公佈那個季節出來 他就告訴你 其實慢慢那個集彩影響 他開始消化得到 那就是那個集彩的價格 其實真的大幅降了下來 他就開始慢慢慢慢消化得到 然後那個銷售 其實也很厲害的 然後接下來 其實就五月 又有一個理想價格 其實是叫做不錯的 第四批的集彩叫做理想價格 不知道有多好 但是很大的機會 其實都是不錯的 再加上 其實如果他真的 可以慢慢扭轉 因為始終你之前是差過市場預期的 就是要令那個股價 增加了下去 那現在就是慢慢 其實慢慢那個一個業務 慢慢可以重新回到的時候 再加上你整體之前下去 是估計太低的時候 是有機會令到他慢慢 其實是找到一個支持 所以其實如果你真的現在 上次個禮拜 其實也有網友問過 到底是否真的可以去留意 我覺得其實都是 那個分析都一樣 到了這樣的位置 我覺得是繼續可以看的 但還是依然要小心點 因為短期的升幅 相對上比較大一點 那又到了什麼位置 如果你真的回到今天 其實你因為公佈業績的難度上來 升降4.5% 一來那個走勢 保持著升降4.5% 二來其實就是因為 他本身的軌跡有個支持 萬一他反轉 向下 對回到今天的低位 10.84 又或者 就不需要去到這個了 可以放低一點 70.5% 短期 萬一扭轉向下 對回到10.5% 純粹大家真的走短的話 寧願先估它 如果不是你原來是低位馬座 其實打算是一個中期的 你是想看它 慢慢業務改善的 還有因為它有很多不同的 派拉 它慢慢會上市 商業化 你想看久一點的話 可以放遠一點 我覺得10元 這些水平 橫行的頂部 如果它真的挨近9.8 10元 這些不穿的話 其實你中線我覺得可以保持 但是萬一它連10.5 10元 這些位置都會穿 甚至乎連這些 走到你由3月中 走到你5月中 這些水平的 整固區的高位都會穿 的話 我還是要保守一點點 還是要走一走的 我覺得 算你不走完 都應該是要做三分之一 另外 其實中線製藥 其實今天來講 它都會公佈規績 大家看看 它的規績情況是怎樣 特別是要看什麼呢 是看回它的雜財 是否真的可以慢慢消化 好像石藥救 還有接下來的派拉 它到底是否應該會有些 不錯的創新藥 可以比得到它 扯高一點的利潤 因為這些藥股 它一定是靠創新藥 才可以有些憧憬 還有幫它帶動到增長 即是你看回 就算石藥也是 就算你彈回來 其實它降完之駕之後 其實你對它那個 無論它的收入 還有它下面的bottom line的增長 其實都是挺大壓力的 因為你看回第一季 其實你也是增長一成 如果你對比回你之前那些 其實它是絕對不止這些 連雙位數都不到的增長 這一點可以去留意 無論你是石藥也好 或者是中國生物製藥也好 可以去看它那個 特別是看它消化到 它那個雜彩的因素 如果它真的說出來 其實也能消化得到 它有機會 如果它破了之前的增長 其實可以上升高一點 或者是40元的水平 也一樣 如果是要轉回來 然後之前的這些 ultrrend 不要看太遠 穿回八個七條半 或者八個半 這些位置 我建議短期來說 都可以考慮 純粹走短 大家走短的派都應該要走一走 比如說你今天打算追進去 駁這個軌跡 萬一它未必好像1093那樣OK 穿回8.5也應該要走一走 駁不到的 無謂放太多鎖住的錢 因為很可能如果它不行的話 有機會繼續走這個範圍 大家要去留意一下 駁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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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駁掉